有人問到這個 啼龍換骨跟鎮腳 巴基鐵的鎮腳 每一個姿態的不同 尤其是台灣劉雲橋這支拍的鎮腳 與大陸各韓門無視或是巴基鐵所有人 不同的門拍的鎮腳有什麼差別 但是今天講的是這個舞台系統 劉雲橋系統的鎮腳 鎮腳其實又稱啼龍換骨 這就是啼龍換骨 啼龍換骨 顧名思義是以前找企業給他提打筋的時候 半夜打筋 提那個鼠幅的燈籠 那鼠幅的那種底下是一盤有燈油 那他如果動作太快或太慢 上下起伏的話 燈籠會散散 那個指鎮的燈籠會燒掉 所以不明思義 啼龍換骨就是要保持一樣的高度的時候 他其實只是一種換骨 很穩的換骨 保持一樣的高度 那正腳 為什麼要正腳 真正在實戰的時候 不會有這個力量 有這個時間去正腳 那正腳是一種訓練的方式 正腳是我們在練拳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毛骨中拳到另外一個毛骨 這個是no difference 沒有差別 差別只是在正腳的時候是當你的重心 達到這一隻腿 正腳沒隻腿 我換過的沒隻腿 正上方的時候 你突然猛力的向下一踩一蹲 讓你的重心突然變成這樣 魂魯 那順目的把他練熟了 那你正腳練多了 你就有這個丁樁的概念 所以我們講 釘樁就是這個正腳 你好像在釘一個樁 那我們大家都釘過這個釘子在牆壁上 你如果垂子是稍微歪一點 你的釘子就歪了 那在這個例子上 釘子就是我們的骨頭 你如果正腳亂腎 你的重心沒有直線垂直往地上踩的話 舵的話 久而久之 你這個釘子就是你的頭 或你的脊椎都會受傷 因為你一直在釘 你是歪著去釘 所以你把腹提回來 虛擬肩骨也好 或者是女人腳前衝彈也好 舵部的那剎那一定是垂直 全身的重量是從上往下 在這個擁拳穴這裡頂 往下躲 而不是腳跟 也不是腳尖 是腳的正中心擁拳穴 那這種正腳就是讓我們養成習慣去 什麼時候該把重心穩固 那你這個練久的練習慣以後 你在實戰的時候 你隨時在進步的時候 你的重心的轉移 都是穩固 在你移動的瞬間 都是穩固 這就是流門系統的落腳用法 那有一些 有時候看到人家會用前腳的落腳 前腳的落腳 是沒有什麼大的用處 它是一個 它有一個反作用力 但是 它是一個diluted 因為它沒有東西在上面存在 它只是 它有為一種省勢的作用法 一點點反作用力 它唯一的效用在我看來是 當你前腳在正的時候 你有一個全身一起運動的一種 剎那間的一種動力 那這會產生一種全身的緊 那這個來講是正確的 在實戰上也是有它的價值在 用處在 但是 這跟我們講八級旋的坐腳 是不大一樣的 好